3月8日 电影《哈尔滨》确定拍摄 这部韩国电影由玄斌、金海叔等演员主演 于敏高指导 影片之所以值得关注一下 主要是两点原因 第一点 这部电影名为《哈尔滨》 讲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的《哈尔滨》 第二点 《哈尔滨》是一部谍战电影 讲的是义士安重根刺杀击毙伊藤博文的故事 伊藤博文主导甲午中日战争 侵略朝鲜半岛等等 因此 义士安重根在中朝韩三国都享有一定的荣誉 基于目前的物料资源来看 于敏高导演的这部《哈尔滨》 应该是一部类似张艺谋悬崖的谍战片 于敏高导演曾指导过《南山的部长们》 《局内人》和《间谍》等作品 电影局内人曾获得包括青龙奖 大中奖等奖项在内的多项韩国电影奖项 《南山的部长》则获得过青龙奖的提名奖项 《间谍》当中 穷困潦倒的间谍们形象 也对中国电视剧对手的角色设计 产生了一定量的影响 于敏高的指导水平是较为不错的 因此 谍战片《哈尔滨》较为受到影迷的期待 影片故事方面 讲的则是义士 安崇根刺杀伊藤伯文的事情 因为伊藤伯文特殊的身份 尤其是他策划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 和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 所以 刺杀伊藤伯文成功的安崇根 在中朝韩三国人民当中 都有较高的荣誉位置 朝韩两国均授予安崇根 爱国烈士和义士称号 2014年1月19日 安崇根《义士纪念馆》在中国哈尔滨开馆 正因如此 这部电影《哈尔滨》更为值得关注一下 安崇根题材 在朝韩电影当中已经不是新鲜题材了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便已经有了传记电影《高宗皇帝》和义士安崇根 上世纪70年代 韩国拍摄了电影《义士安崇根》 朝鲜则拍摄了《安崇根》击毙伊藤伯文 2004年 韩国拍摄电影《安崇根》 刘武信和沈恩惊主演 韩国电影方面较为热衷安崇根题材 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安崇根电影 2020年还有过一次娱乐事件 2020年 电影《义士安崇根》 爆出邀请中国演员参演的消息 这个所谓的大瓜 更是扔给了中国演员唐嫣 杨颖和某位曾经的一线女明星 不过大瓜虽然扔出来了 但中国女星们并未接瓜 这部电影讲的是 《安崇根》在中国当医生时期的一些故事 当时吸引了不少演员前去试镜 不过截至目前 这部电影并未进入到开机状态 显然 这个瓜没熟 于敏高指导的这部《哈尔滨》 理论上则不会出现流产 不过 因为《义士安崇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故事 对于很多影迷而言 都已经十分熟悉 历史上 更是有详细的记载 所以该片编剧导演如何讲故事 成为一大难点 按照谍战电影的方式讲 可能会牺牲掉很多的真实性 而按照历史记载的方式讲 则可能会显得更像是传记片 以往的《安崇根》题材的电影 大多是传记片的创作路数 同时 这部《哈尔滨》 还面对像不像《哈尔滨》的问题 这部电影 以上世纪初 《中国哈尔滨》为背景 讲的是 《安崇根》等人的爱国事迹 一百多年后的《哈尔滨》 早已经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重新找回当年的影子 似乎并不容易 这一点上 不仅韩国电影吃力 咱们的国产影视剧方面 也较为吃力了 如果余敏高的《哈尔滨》 不像《哈尔滨》 势必会遭受一定量的嘲笑 另外 在韩国电影当中 出现中国话 往往有着浓重的韩国口音 并不像中国人自己的发音 很多韩国电影 喜欢拍摄 中国东北的题材内容 但最终都败在了 《发音不像》上 这一次 既然是拍摄《哈尔滨》的内容 那全程东北话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希望这位韩国导演 能够真的邀请一些 懂中国东北话的演员 不然又要沦为 某些韩片当中的四不像了 接下来说 韩国火山爆发 孙一珍 玄冰夫妇 捐款两亿韩元 宋慧桥 捐款一亿韩元 韩国东海岸爆发山火 影响范围很大 加上台风和干燥等不利的天气因素 主要地带火势 仍然没有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韩国消防厅在全国发布了 严重级别的火险报警 这最高级别的预警上述首次 宋慧桥通过韩国红十字会 捐款一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约52万元 主要用于资源救助江源 清北地区山火的受害者们 宋慧桥表示 希望因山火失去家园的灾民们 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希望捐款能对受灾居民 和现场紧急救援人力等 很多人有所帮助 即将在三月举行婚礼的 玄冰和孙一珍夫妇 也为山火灾民捐款两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约104万元 用于支援受灾居民需要的各种物品 此次山火灾害捐款 是两人即将结婚的 他们共同进行的善举 因此意义更加的深远 玄冰和孙一珍 在40岁之际选择结伴度过余生 是深思熟虑的考虑 他们将在首尔举行不公开的婚礼 只是邀请亲近的朋友 和双方的父母参加婚礼 婚后 孙一珍将住进玄冰48亿购买的婚房 两人将迎来共同的新生活 两人这次捐款非常给力 也证明了他们都是积极做公益的明星夫妻 NCT的金道英 也为山火灾害捐款3000万韩元 主要为清北魏珍和江源三部等地捐款 用于山火后的重建和支援灾民 金道英表示 希望因山火失去家园的人们 早日恢复日常生活 所以捐款了 感谢所有尽全力扑灭山火的人 希望能给受灾居民带来一点力量 李秀曼和SM娱乐 为韩国山火捐款5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约260万元 比较严重的清北和江源山火 已经持续烧了5天 捐款主要用于重建和灾民的日常生活 SM相关人士表示 希望山火早日扑灭 灾区能够复原 希望这捐赠能给受灾的人们带来一点力量 SM娱乐和所属艺人们 在新冠疫情和国内外灾害等事上 都积极进行了捐赠活动 宋志亚也向山火受灾地区捐款2000万韩元 折合人民币约10.5万元 其表示 对于山火受灾灾民的消息感到惋惜 为了给遇到困难的人们提供一点帮助 决定捐款 捐款主要用于发生山火灾害的江源、庆北等地区十字会 用于灾民紧急救助活动 金东旭也通过韩国希望桥全国灾害救护协会 为山火受灾灾民捐款5000万韩元 宋慧桥好像是第一个为山火捐款的韩星 这次捐款的力度还是很大 因为灾情比较严重 导致了上百个家庭失去了住房 因此明星们才大力捐款 曾经向乌克兰难民捐款的李英爱 没有听说向韩国山火受灾群众捐款 不过这可能也是早晚的事 毕竟国外发生战争 他都能够捐款一亿韩元 那么国内山火爆发 他也有可能捐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